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哲学领域引领世界二百年之久 是目前世界上哲学家数量最多的国家 它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 如康德 费希特 谢林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及其哲学 继承了维理主义倾向 代表了西方哲学的最高阶段 挖底出哲学 德国及其哲学在初创时期 德意志只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城邦 而当时应法国以工业化 一片资本主义的蓬勃景象 德意志人只能拼命去思考 去思想 普鲁士王国己任国王的开明 对思想界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德国哲学严格意义上讲 是从康德开始 才可以成为德国人的哲学 因为他开始用德语写作了 在他之前的德国哲学代表人物莱布尼茨 主要是用法语和拉丁语写作 而用德语写作 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哲学进程 当时的哲学 沿袭自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 而德语正是一门极为理性和有逻辑的语言 任何伟人的成功都有历史的必然性 德国能孕育出众多伟大的思想家 不是偶然的 德国的思想家 哲学家为数众多 而我们所熟知的黑格尔 舒本华 尼采的思想 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十八十九世纪 乃日现今的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德国的哲学 德国的思想家 都是我们了解西方哲学 不可绕过的一个高山 那么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会出现 众多哲学家呢 其一 沃土之上自由思想的发展 德国大学的自治制度和自治精神为 德国自由思想的发展提供的前提条件 德国哲学古典大师出现时 德国还不称其为德国 分裂的状况 本身的语言体系 宗教压迫较少 都让德国人相对更自由 更容易思考 德国大学制度很早就建立起来了 最早是可以追逐到中世纪 1386年 德国就建立起了它第一所大学 海德铺大学 大学广泛提倡自由的思辨 最开始的时候 大学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政府一般不干预大学的运转和管理 政府只负责出资 对大学的事情基本上不过问 大学本身享有很高的自治权 所以这种自治大学制度和自治的精神 所创造的自由的学术氛围 也为德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 提供了前提条件 德国是1871年实现国家的统一 在分裂期时期 总有势力想成就伟业 同一国家 这必然需要理贤下施 招延人才 所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也就会增强 这就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和营养 其二 理性主义在德国的深远影响 德国在欧洲长期落后挨揍 急于追赶超越 哲学是德国人追赶英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战场 他的理论往往具有抽象的 思辨的形式 德国社会阶层的隔阂比较明显 贵族和中产阶级划分非常明显 中产阶级没有打破阶层壁垒的机会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比较分散 他们只能通过学术研究 著书实现自我价值 久而久之 大学变成了德国的中产阶级的汇集地 他们关注精神层次的抽象的问题 进入到18至19世纪 理性主义文化的氛围 在德国开始占主导地位 理性主义强调的是任何事情 任何事物的发展一定是有规律的 一定是受内在的自然的法则所支配 所以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围绕的是 关于人的生存发展 关于自然界的存在 关于精神的存在等等 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构成了 哲学所要研究和探讨的重大的问题 也是以后的哲学家们 不断思考和需要回答的问题 其三 民族精神和思维模式 德国人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 在艺术方面更是严谨稀腻 他可以把很小的一件事 当成事业来做 要成为思想家就要做学问 而且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做学问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智慧 而是离不开一个成熟的教育体制 上学的社会风气 德意志的崛起 也和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视程度 有很强的关系 与其说是德国人擅长思辨的天性 造就了数量众多的思想者 倒不如说是这些思想者的文化安泽 培育了爱思考的德国人 早在十八世纪早期 德意志就拥有了进武师所大学 而同时期的大不列颠王国 却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 虽然德意志的很多大学规模很小 但由于其数量多和地方性强的特点 使得那些家境贫穷 但是却极具天赋的孩子 也可以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到了1742年 普鲁市的学校超过1660所 自此普鲁市人成为近代欧洲纪律性最强的民众 在早期 大学里面教授的是一成不变的真知 而不是新颖的观念 大学教育也并不寄希望于产出新知识 在很多大学中 只有神学和哲学两个科目 而1737年成立的戈廷根大学 改变了这一切 戈廷根大学的创建者是格拉赫阿道夫冯明西豪森 由于他早年在荷兰和意大利游学 深感境况十分不幸 于是他希望能够筹建一所新大学 在戈廷根大学里 明西豪森不再突出神学地位 而是限制了神学院的审查权 这是一项空前的举措 这项措施让戈廷根大学 在思想、写作、出版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自由 另外 明西豪森提升了哲学的地位 他在哲学院中设立了历史学、语言学、数学等学科 还开设了物理学、政治学、自然史、测量学、军史 与民用建筑学、历史、地理、艺术等课程 同时他也开设了 为官员阶层的生活做好准备的训练课程 舞蹈、机械、绘画、音乐等 除此之外 戈廷根大学还发行了第一批专业学术期刊 发展了研讨班 研讨班鼓励相互批评 知识被看作是可变的、不确定的 鼓励皆是新知识 教师在研讨班上的目标也不再是重复既有的知识 而是提升学生的品鉴力、判断力和理解力 研讨班和学术期刊的意义十分重大 他们启发了现代意义上的研究 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的出现 并引发产生的学术化、科学化的学科和专业 这些都是德意志大学的创举 值得一提的是 书本华就是毕业于这所大学 由于阅读的大量增加 德意志人的阅读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迁 神学著作的比重从1625年的46% 将至1800年的6% 哲学著作则从19%上升到40% 文学作品从5%上升到27% 这也就引发了艺术与科学的繁荣 激发了哲学复兴 推动了新的美学理论 德国的哲学家就是这样 他们一辈子所思考的就是一件事情 他们认为一通则百通 哲学需要思考探讨的问题 都是一些涉及到人 涉及到世界 涉及到自然所存在的 以及它运转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如探讨人是什么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都是哲学家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德国能够产生这么多的哲学家 除了与他们民族特有的共性之外 还有就是对外的开放 德国是一个极其开放的国家 西方国家对于开放的标准 那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那么德国就是一个最早实现了言论自由 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还在十四世纪时期 意大利最伟大的科学家戈白尼 写了一部伟大的科学著作 论天体的运行 但是这部著作由于受到了当时教会的阻止 无法在意大利出版 后来戈白尼把著作带到其他国家 同样的无法出版 直到拿到德国之后 这部伟大的著作才得以出版 上帝把海洋给了英国人 把陆地给了法国人 而思想的星空由德国人去仰望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